美国东北部受到超级巨风桑敌重汉的地区 仍然有超过200万居民在星期日无电力供应 纽约下城曼哈顿已经恢复供电 但纽约市其他地区 特别是皇后区的居民越来越焦虑不安 因为在接近摄氏领导的气温下 电力还未恢复 纽约市长彭博呼吁家中无电的市民 特别是老年人要到临时卑户所避寒 同时纽约市政官员还制造混乱 他们说纽约市各处的汽油分发点将会发放免费汽油 但后来又改口说救援人员和急救人员 给一般市民有优先权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提出一项配级计划 他建议汽车牌照数字最后一个数字 是单号的汽车在单号的日子加油 是双号的汽车在双号的日子加油 BG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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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